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 透视新科技 水果飘香 说迷猴桃 我是主持人盛春 猕猴桃由于营养丰富 深受人们的喜爱 但是我们对于国产猕猴桃一直有这样一个印象 就是需要放置一段之后才能够使用 今天客人人员已经培育出了 可以及时食用香甜可口的猕猴桃 我们通过短片去了解一下 猕猴桃作为一种营养丰富 口感独特的水果 常常被选为送亲朋好友的节日礼品 但国产猕猴桃硬度较高 口感偏酸涩 消费者在购买后往往需要等待七到十天 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品尝 在此期间 猕猴桃又已出现湿水 褶皱 甚至腐烂现象 相比之下 进口七亿果 无需等待变软 消费者拿到手后 可直接食用 且口感酸甜 为了改变国产猕猴桃的困境 科学家们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实验 培育出了立即食用的国产猕猴桃新品种 国产即时性猕猴桃的味道如何 又能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呢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猕猴桃资源与育种学科组研究员 钟彩虹 欢迎您 另外一位是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胡光万 今天我们说的是猕猴桃 猕猴桃大家很熟悉 是一种很好吃的水果 当然我们特别想听两位专业人士来跟我们定一下 猕猴桃是一种什么样的 今天你们在有 months的调整种 开词 你 开词 我 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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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奇异果大家也很熟悉 那今天我们在这也想听听两位专业人士 给我们来见证一下 这个猕猴桃跟奇异果之间到底什么关系 可能很多小朋友或者家庭 最开始这个食用猕猴桃 他们可能康开时的得到的名称并不是猕猴桃 而是叫奇异果 因为真正做人工栽培 培育这个人工品种的 这个还不是我们国家的科学家 它是新西兰的这个园艺学家 他们最早培育的 当然这个原种是从我们中国采集的 大概在19世纪初的时候 从中国的宜昌采集了一些中华猕猴桃的种子 运到了这个新西兰 新西兰当地的这个园艺学家 通过了几十年的培育 最后培育出了这个可以食用的 在市场上可以推广的这个猕猴桃 但是在这个推广的过程当中 然后他们后来就想了一个名字 因为我们知道新西兰的果鸟 叫做鸡尾鸟 叫Kiwi Bord 这个猕猴桃果实的形状 就跟这个Kiwi Bord就很接近 就一应就把这个Kiwi Fruit 就安在了这个猕猴桃的上面了 翻译成中文 Kiwi就是奇异 就变成奇异果了 就是这个奇异果名称就是这么来的 实际上植物就是猕猴桃这种植物 在市场上 普遍人们觉得猕猴桃跟奇异果最大的差异是 好像奇异果的口感更好一些 外观也更漂亮一些 咱们的猕猴桃呢 如果真的是捂熟了 口感也不错 但是熟的期间特别短 熟碗就烂 对对对 这个时间太成熟了真太快了 所以今天的重点主要是突出这个即食 我不知道在你们专业角度 即食怎么接听呢 因为传统的猕猴桃 你们去买都是硬邦邦的 买回来就要放 要放一段时间 或者用塑料袋包着 反正过程过程过程的方法 催熟它 提倡经销商把熟的猕猴桃 就是可以吃的猕猴桃 到市场上去销售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 传统的老百姓 尤其是经销商 他不敢这么做的 因为他这样做的时候 他在催熟以后的果实 就是很快就坏了 所以说为什么 进口的猕猴桃受欢迎 就是因为进口的猕猴桃 他就是提前在 他的这个经销商 做好了这个厚熟的处理 然后到消费者手上 我们去买 买了就能吃 所以极食就是指的是 立即食用 买了我就能吃 所以叫极食 为什么我们本土的猕猴桃 不能够立即食用 两位给我们解释一下 因为猕猴桃吧 它是一个厚熟型的水果 就像我们国内的色式一样 这个我一说色子 可能大家都知道 从树上采下来 我要放一放 放软了我再去吃 猕猴桃跟它是一样的 我们中国其实品种很多 两百多个品种很多 但是在做的过程中 有很多品种它本身就是 后手期比较短 特别是食用期 就从可以吃到它烂 这个时间比较短 所以经销商他不敢冒这个险 他在做的过程中间 果实就省耗太大 很快就烂了 对他来说风险太大 所以一般经销商不敢做 他会硬的就推向市场 然后再教老百姓说 怎么放啊 怎么捂啊 但是你说消费者 对苗桃本来就不了解 是吧 他把握好这个度 但是现在我们这几年 特别是因为这个进口的猕猴桃 都是这种及时供应 然后现在开始有很多经销商在做了 因为现在品种的创新 国产猕猴桃面临的一大挑战 是其酸涩的口感 且食用期较短 易引发腐烂变质的问题 这不仅破坏水果的营养成分 还造成了大量的浪费 若选择口感更好的奇异果 但是价格却很昂贵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改良国产猕猴桃的品种 并延长其食用时间 成为了关键的一步 目前我们看到好多这个品种 都有哪些 比如酸一点的 甜一点的 这口味上有哪些区别 因为我们国家猕猴桃的 这个种子资源是最丰富的 这个野生种就有52个种 其中有40几个种 是我们国家特有的 不同的猕猴桃 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 我们平常吃的这个中华猕猴桃 它可能是甜酸型的 还有其他毛花猕猴桃 它也是甜酸型的 但是它还有一股清香的味道 当然还有一些很特殊的猕猴桃 我们平时可能见不着的 像还有一个大紫猕猴桃 它竟然是辣味的 还有辣味的猕猴桃 这个辣味是天生的 还是我们培育出来的 就是天然的 它就是一个野生的种类 直接产生它的成熟的果子去吃 它就是辣味的 所以就有很多这么多种子资源 将来我们可以培育出 很多不同口味的猕猴桃 我们在猕猴桃的育种方面 遇到了哪些问题和困难 也跟我们说一说 猕猴桃属植物是 其实它有一个特点 它是属于雌雄异猪的植物 所以跟我们平时 所看到的常见的什么梨啊 桃啊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桃一开花以后 都会结桃子 而猕猴桃它是雌雄异猪的 它只有雌猪 它才会结果子 雄猪它就是产生花粉的 而且单纯的雌猪 它也不能结果 它必须要有雄猪跟它受粉 受了粉以后 它才能够结果 就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育种上面 它就会有一些困难 我们国家资源谱里面 大部分就是这种 这个栽培的品种类 都是好吃的 但是说要赖储藏 要赖金放 要能放很长时间 这样的资源是比较少的 这跟好吃会矛盾吗 有时候是很矛盾的 有时候我们找到一份资源 它很好吃 但都不精放 都放不长 没几天它就坏了 但是有的资源确实很精放 能放很长很长时间 但它不好吃 但是口感不好 它有时候是矛盾的 要把这两个集合到一起 首先是鉴定它 找到这样的内储藏的资源 就这个雄猪 只能看到这个花 枝叶花 看不到果实 所以我们不了解这个雄猪 它带的现状怎么样 开发很多的这种 鉴定的方法 现在做的最多的 就是用分子标记处做 所以这个时间成本是比较 这个成本很高 所以我们就要发很长的时间 对它的后代去鉴定 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之前我们就知道 这个农业育种 它是需要时间来验证结果的 所以这个时间 这个过程 现在是什么样的 现在每个品种来说 你看我们从84年杂业 到我们当时 这个101年做国家审定 是发了20多年的时间 差不多25年了 但是现在我们后面的一个品种 后来就是技术方面也所改进 冬红这个品种发了15年 但是现在从育种的角度来说 从我们资源鉴定到最后出品种 就是至少要发12年以上 现在还是要 因为它有一个稳定性的问题 这个育种它就是一个 几代人竭力的一个工作 除了刚才说的 我们前期推出的冬红 金燕 这个红黄肉品种之外 我们现在又研发了很多 高甜型的 高糖的 还有是抗性很好的 又精化 所以我们这个又推出了一系列 中国绿米系列的品种 就是有这种口感很甜的 也有糖尿酱低的这样的 就是像糖尿病人 他说你太甜了 我也不敢吃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选这种 含糖量低 酸也低 但是口感是甜的 这样的品种 那说到这个新技术的创新 有哪些值得可以 给我们介绍的一些量提 传统做最多的就是 用这个袋子去避风 或者是用乙烯粒去处理它 让它厚熟 但是那样带来的问题 是果实的货架期缩短 所以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创新 开发了一个专利 就专门做了一个乙烯 这个快速厚熟的一个气味箱 把果子放到这个气味箱里面 把它处理一下以后 能够缩短这个厚熟的时间 并且果实的货架期还比较长 那么我们第二个创新 就是温度控制 就是传统的一般来说 我们是这个低温或者高温 是吧 但实际上我们通过 对我们冬红的这个处理 发现就是活食的温度 它能够诱导果实里面 淀粉的转化 就是苗桃 它是一个淀粉积累型的 像我们吃那种 刚刚下树的苗桃 你一吃 那淀粉感粉粉的 那个其实就是 它的淀粉含量很高 没有转化回糖 那么我们通过 活食的温度控制之后 像冬红就10度 处理个15天 它就能够达到 这个可食用的这个硬度 所以这个是目前来说 比较新一点的 传统 就是跟传统相比 这个比较受市场的喜欢 对 然后这个货架级 不管低温下 它就两三个月的货架级 就很好销售了 能够做到消费者 买了都能吃 并且还有点阴阴度 不是那种 这个像有时候很软软 很软很软那种 奇异果 它那个这个保鲜期 大概有多久 咱们现在能做到多久 奇异果 它就是放个7天左右 7天到15天 也是7天到15天 对 我们现在国内也是可以达到这个 熟了 就是可以吃 买了就可以吃 可以放了7到15天左右 对 7到15天 这个是一样的 经过多年的研究 科学家已经成功培育出了 多种便于经销商 做及时供应的 米猴桃新品种 其口感上与奇异果相比 也毫不逊色 然而在市场上 我们至今仍未看到 大量国产及时米猴桃的上市 这背后 究竟隐藏着什么原因 再说到及时米猴桃 目前没有大面积推广 这个原因是什么 其实及时米猴桃 为什么没有大面积推广 就是燃腹病 这个确实是走外我们米猴桃 做及时供应 就是做快速互助技术的 一个很大的障碍 一个是我们平常说的 溃养病 大概很熟悉的 但这个一般老百姓 他很重视 因为他看了见 没得着的 另外一个病害 就是果实燃腹病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彩虹才表现的 但是它是田间开花做果的时候 那时候感染的 它一时潜伏在这个果皮的下面 是不是在开花的时候 开花的时候它传染的 对 它就传染到 那是从心里出问题 对 它就出了一个 就潜伏在这个果实的表皮下面 所以它到表现的时候 是彩虹才表现 所以这个目前 为什么我们国内 一直想做成像奇异果那样的 能够及时工业 为什么国内不敢做 就是目前国内 确实大部分的品种 这个燃腹病太严重了 所以经销商不敢冒了个险 他在做的过程中 如果燃腹病 如果它的果实 带病比较多的话 后面就会很容易厚收 一熟了之后 它的损号就 它上不了市场 都烂果子 它都清掉 经销商刚把这果子收了 到手里就烂掉 是的 所以它一般来说 都会采集硬过 上市 这就是传统的 做苗桃的时候 很难吃到这种好的 买了就能吃的这个苗桃 它还能做到及时工业 这就是我为什么 特别喜欢我冬红这个品种 就是它相对来说 是比较抗燃腹病毒 它的抗病毒 抗这个燃腹病毒力要强 所以它也是它赖除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肩放了一个很长的原因 你比如说奇异果 大家都熟知 它们在商业种植上 也有更成熟的这个历史 我们在它们的种植上 有没有一些借鉴的经验 可以拿过来 我们去使用呢 来解决我们这些问题 其实是这样子的 奇异果 我们买的时候 是特别好吃的 对吧 但实际上是 它把损失都给了经销商的 其实它的燃腹病 它一样的是有燃腹病的 也是存在的 一样存在的 它在销售过程中间 它是经销商 把这个风险承担了 消费者没有承担 在市民上不是买奇异果吗 我们买了过程中 我们就发现 它的燃腹病还是很重的 它出口到我们中国 你知道它是怎么做的吗 它是在国内就做好了 快速后熟处理 这个他们是做得很好的 田间防治 后熟 它经过分选 然后分选完了之后 把果实出口到中国 不管是出口哪里 出口到这个 它这边的这个经销商 然后在这边 这个经销商在上架之前 就给零售商 他把这个有燃腹病的果子 他是挑了 丢了的 所以这个损失是 它其实也是一个销售策略 绝对保证 对 绝对保证消费者 买到是能够立即实用 并且是健康的果实 这个很重要 对 这个就是一个官员的问题 是的 所以我们现在 为什么推行这个即时工业 一方面从技术预售 另一方面也是要 让这些经销商 要有这样的意识 这就像我们中华传统的老字号 对 我们绝不卖有毛病的产品 对 这就形成了我们百年 甚至上千的老字号的招牌 对 它也是做招牌的 是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不太好 就是因为不像新西兰 它全国就一家公司在销售 它是可以控制的 而我们国家的猕猴桃 是千家万富 各个省 现在已经二十几个省 都有猕猴桃了 它每个地方 每个园子 每个地方的品质都不一样 这个每个企业 在做的过程中间 它很难做到一次 每个品种 它都有 它对这个病害 它的后手特性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即时 这个快速后手技术 是需要针对品种 来开发出来的 那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现在比以前是好多了 至少老百姓 特别是众志富 他已经注重 这个病害的防控 治疗 在栽培的过程当中 你告诉农民 会注意些什么呢 这个还是一个是 注意他们不要 种得太密了 不要太玉壁 太玉壁之后 也很容易感染这个 溃养病 再一个就是 在几个关键的时候 像冬季啊 清源啊 然后开发 这个采果以后 及时源去打药啊 再去开发做果棋 做好这个染乎病的防治 其实染乎病是 很好防治的 因为刚开始 我们去水城的时候 它们果子 它也不套袋 它就没有意识到 这个染乎病 没这个意识 所以它那个果实 就采下来 没几天就换了 但是我们经过教它 要它做好 这个关键时期打药 是吧 要什么这冬季啊 这个采果以后啊 然后开发做果棋 及时地打这个 我们推荐它药剂 便宜了采的果子 放的时间就长多了 就是它的产量 和效益都提升了 所以它就更听话了 刚开始 你让它出套袋 它就不套 因为套袋 它也可以对 软腹病的防控很有效果 但是也需要成本 对呀 就是了 所以刚开始 它是不听的呀 怎么跟它说 它跟我 跟我降着来 果农也要算账 对 又得干那么多活 这个劳动成本 然后还要买那个袋 那一个袋也不便宜 是是 最后算出来 跟我这个卖出的成本 能划不划算 它一比较 如果确实是盈利的话 它就愿意做这个事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在水城 做找这种老百姓 愿意活作 老百姓做示范 那周平老百姓 看到它有效果 立马就跟着学 跟着学了 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 成功研发了中科杀菌剂 和中科生防药剂 并筛选出五种高效绿色的 生物药剂 同时建立了一套 安全高效防控技术体系 通过全国性的培训 和科技下乡活动 这些技术和药剂 在生产中 得到了广泛推广和应用 对防治溃疡病和果实软腐病等病害 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40余年的科研公关中 成功突破育种技术 病虫害等问题 最终培育出47个 猕猴桃新品种 其中10个左右的新品种 适合做成即食猕猴桃 其中东红品种 属于红肉猕猴桃品类 综合表现尤为突出 在未来将有望大量上市 对于一个水果 是否可以及时食用 对于这个水果的整个产业链 和商业模式影响是极大的 两位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及时水果 对水果的命运的影响 是什么样的 就拿这个猕猴桃来说 能不能及时 对于我们国产 和进口水果的销量 或者是市场上的比较来说 是起到一个很至关重要的 因素 就是因为我们前面 没有做到可以及时 所以跟国外的这个 起义果比较的时候 可能我们是落了这个下风 现在就把这个难关 基本上攻破了 红心猕猴桃 现在在国内市场上 是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 而且是很受消费者的欢迎 它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一个是大部分都可以及时 在一个及时了以后 它的这个存放期 就还可以金方 现在东宏现在不仅在国内市场 很受欢迎 它在国外市场也很受欢迎 我们国内有好几个企业 把东宏出口到了 这些周边的国家 所以它敢做 以前它想做出口 它不敢做 因为后面果子就很容易坏 寻耗打不起 但现在东宏很好做 包括我们的经验 这个品种也是的 就可能做到后面 它都到出口 经验有个问题 就是它的缺陷 就是晚了一点 尤其是老百姓 它等不了那么久 它没到成熟期 它就把它采了 所以影响这个品质了 但是东宏它就 又成熟又早 所以它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它会难够达到 正常的时候采收 它就及时就很好做 您培育的这个两个品种 跟大家熟知的 奇异国这个差异是怎么样的 各自的优势又是什么 一个是东宏这个品种 不像以前 要拿到手里面是很软的才能吃 它是感觉到硬的 稍微有一点点软度 这个时候把它一切开 还不是这个把它捏得很软的 再去吃 再切开 然后又调根 可以把它咬出来吃 奇异国还做不到这一点 我觉得这一点 这个体验是很好的 就香甜软糯 这个甜度很好 所以我觉得 现在我们的东宏 跟奇异国的西大品种起来 没有任何的不足 我想将来肯定 还是要超过他们 很多人期待 咱们又有好果子吃 同时价格够便宜 我们大家能够买得起 这个未来 我们有多少值得 我们期待的这个可能性 已经有很多消费者 就是在旁边就说 现在的米后桃是 又好吃 价格又便宜 确实有很多消费者 有反应了 所以我相信 将来会越来越多 这样的 性价比很高的 价格又实惠 这个口感又好 消费者又能买到 特别好吃的 这个是跟进口苗桃相比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一个是我们本身的品种在这 另外一个是这个运取成本 海外的苗桃到我们国内 它成本很高 所以它在销售之中 价格会很高 然后刚才说了 它其实它很多品种 然后比我们的东宏 要强得多 就是要厉害得多 所以它是 它这个损号大 它损号就转移到这个 没错 价格上 就是转移到个体的销售价格 对 个体的这个价格就高了 所以说我们在田间管理上 做好病虫害的控制 然后在这个运输成本上的 再进一步的降低 产量提高的运输成本降低了 所以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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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外表要光滑 对 外表要光滑一点 我觉得这次在采访中女士的时候 跟上一次很大的不同 就是她的气色有所改善 可以实际上说吧 我上个月刚刚从意大利回来的 就是我们的东宏啊 我们的经验 这次在意大利看了之后 真是让我很兴奋 我也很高兴 就是整个现在目前 我们的东宏经验 都实现了全球的 这个受传转化 然后他们在 在很多这个原先的 这个一带一路的 很多国家都在种 并且还种得很成功 所以这个确实 是我很高兴的 并且在国内 我们东宏现在是 全国的第三大栽培品种 将近30万亩 我们就去 帮助这些原先国家 提高他们的农业 中学水平 我们也能带到 这个经济收益 因为我们是采取 授权种植 就是有赏的使用 我们是说 知识产生费的 对 知识产生费 然后同时 利用这个知识产生费 又能促进我们 进一步的去 研发更多的 好的品种 您用大部分的精力 都在研究这个猕猴桃 所以特别想知道 在您心中 真正好的 优质的猕猴桃 是什么样的 也就是您未来 期望的 这些年在布局的 可能将来出现成果的 更好的猕猴桃 会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想 培育更多 营养更好的 就像维生素C 实在我们猕猴桃里面 还有一个 更高含量的 威吸含量 一天吃一个 比上 现在的中华 美味猕猴桃的 好几个 就是毛华猕猴桃 所以我们现在 已经培育出了 口感比较甜 又这个 威吸含量又高 这样的品系了 那么希望它下一步 能够成为一个 更好的这个品种 就是不仅口感好 还有食疗效果 还有营养效果 营养价值 对 特别好 那除了猕猴桃的研究 咱们武汉植物园 未来 还有哪些 值得我们期待的成果 营养桃 这个研究可以说是 我们武汉植物园 一个代表性的 一个研究成果之一 在2013年的时候 中国科学院成立了 一个中非联合研究中心 是以我们武汉植物园 为一个依托单位 联合我们国家 特别是中国科学院里面的 十几个单位 再加上非洲当地的 七八个国家 十几个单位的 这样的一些科学家 我们组成了这么一个 联合的研究团队 对非洲的这个族资源 包括非洲的其他方面 一些开展 一些联合研究 包括我们钟老师 团队的这个猕猴桃 我们现在也在想办法 把我们中国的猕猴桃 自主的这个品种 以及我们的栽培技术 带到非洲去 教非洲当地人 栽培猕猴桃 现在钟老师 他们团队已经在南非 已经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 我相信将来 我们武汉植物园 包括我们国家的一些 重要的这个农产品的品种 都可以 运用到非洲去 帮助非洲 当地人民 提高他们的这个经济水平 和他们的生活水平 好 感谢两位做客 我们的节目 我们也期待 你们未来的努力 不断地突破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 透视新科技节目 如果您想了解 我们更多节目内容 可以下载央视频 您收看我们过往的节目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